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色的話都是用那個碗 用鹼鹼 用鹼的鹼鹼把它做成起來 兩萬多的碗撿起來 對 那樹幹就是兩百多個九萬做起來的 它的古林樹就四季都分明 春天它就會開花 這個古林樹就代表我們台灣人的精神 知道嗎 好 讓我們再往這邊走 說一聽喔 大家好要問你喔 這個碗是怎麼做的 碗還有碗碗對不對 很棒喔 要往前了 要不要走過來 走進來喔 錄影喔 所以看到鏡頭要保持微笑 好不好 看這個鐵軌只有標準鐵軌穿的主辦 所以叫做五分載小火車 五分載小火車 那五分載小火車呢 它這個鐵軌是從 剛剛我們坐遊覽車的時候呢 從那邊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延伸過來 各位小朋友就可以來這邊五外交流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兩個兩個兩個都在走 兩個兩個都在走 兩個都在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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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跑了 五中海 小禮村 那是不是整個都被滅村了 那兩百多年前呢 在北港溪那邊有個地方叫做東溪圈 所以呢 東西圈那邊其實它是有很多的文化 花樣的 所以說有錢人跟沒錢人他們用的餐具就不一樣 在春天的時候它會開滿了雪白的花 你無願的油童花還要漂亮喔 那油童花它的壽命只有一天 油童花有風色跟米色 那這個苦苓花它開的花也是白色的 可是它中間那個蕊是紫色的 因為那個苦苓樹到冬天的時候呢 它就會夾屬的狀態 板頭阿雙 板頭阿雙 都是他們跟他們的這個團隊一起 來歡迎各位小朋友 來各位小朋友 我們可以在這邊拍一張 好 現在緊張了 來 我們緊張了 來 我們緊張了 可以這樣燒 老師會幫大家點 先做一下 好緊張 好緊張 好 未知幫我給你做個 四、四、四、四人私有的五瓶粉 在那裏面是放稻皮粉 好